3月份限定的农产活动盛会就是备受韬客们喜欢的光丰地区农会建筍饗宴 20号中午将会在泰巴朗技术广场洗开120桌 今年春雨虽然充沛但是因为温度太低了使得建筍生长缓慢产量并不多 目前光复产区价格平均一包200块钱 消费大众现在尝鲜正是时候 光丰地区农会上周12号在捷安乡浩客广场开出建筍农产 展售推广的第一枪后 紧接着将会在20号的中午 就在光复建筍主产地的泰巴朗部落技术广场开桌尝鲜 办理一个建筍饗宴 目前已经订购完毕 目前是120桌 当天我们的活动内容 前报名的160人可以参加我们上山体验 采损的体验 另外我们在会场 我们还会贩售在地的农特产品 建筑损当天来参加的我们的消费者 也可以坐在那边做烤损剥损的体验 配合防疫准则 原本仅有100桌的建筍饗宴即可秒杀 最后应大众要求加码是120桌 由于届时建筍需求量也将增加 因此总干事张冰发今天上午也特别到建筍员 了解目前建筍的生长情况 你今天采的量多少 今天才20公斤而已 20公斤而已 你这多宽 5分2 5分2 才20 所以今年虽然产期到了 所以量还是不多就对了 对对对 产区建筍农指出 今年虽然春雨丰沛 但是由于气温仍较低 影响建筍生长的速度 产季初期产量有限 市场价格也跟着产量的多寡起伏 就目前光复台九县产区一包平均售价 约200元上下 现在也正是长鲜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建筑笋是季节限定的 仅定于我们的3月跟4月才有 所以建筑笋如果要长鲜的朋友 可以到我们的台九县路边 还有我们的花莲的吉安的浩克广场来选购 目前它是非常的鲜任 而且建筑笋它不适用化学肥料 不适用农药是非常健康安全的 目前我们的销售价格是每包200元 部落农民以自然农法管理生产的建筍 鲜嫩清甜 独特的建筍香气十分迷人 官方地区农会也全力协助部落农民促销推广 除了提供消费大众天然健康且安全的农产食品 也提升部落农民当季实领农产的经济产级收入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接下来